我是早 影片记录下社工们用心陪伴孩子的身影 但当这些小朋友长大后 生活状况又会是如何 家福基金会从2008年建立了 台湾贫酬儿哨资料库 近十年来追踪同一群弱势儿哨 要来公布生活趋势调查 在营养地区的部分 那其实在吃早餐的比例是 税有的下降 没有习惯吃或者是省钱 比经济因素对很多弱势儿哨那样 还是一个他们在乎的一个艺术 会影响他的学习 饿着肚子去上课 那其实注意力不太集中 不吃早餐的影响也反映在BMI值上 稍重和肥胖的部分明显增加 而在情绪困扰的调查 发现高中值2009年 只有三成八有相关问题 到了2017年竟然破六成 长期在压力的状态里面 也就是长期的压力荷尔蒙 它其实会影响到脑神经系统的发展 那这个部分就会影响到 它的智力的发展 然后影响到它的人际的发展 这个部分其实在弱势儿哨来讲 会更严重 除了营养不均情绪困扰外 家福金金会也看到了 孩子对于止癌的迷惘 希望借由公布数据 让社会大众可以更关心 弱势儿哨的身心健康议题 并协助他们提升自信 脱贫自立 大爱新闻 黄一姐 叶玉玲 台北报道 大爱新闻